柴王死了,显化出本体,横尸在山地中,身躯被残了,这样强大的一头兽王,顷刻间被人击毙,震撼人心。 后面那群人恨不得立刻逃走,才几拳而已,柴王就被打爆了。 黄金狮子面孔冷漠,一步一步逼来,楚风当着他的面击杀他的不重,这是对他最严重的挑衅,再加上就恨,他杀意澎湃。 对老狮王挑衅的人也是你吧?黄金狮子问道,我的确想吃狮子肉。 楚风直视他,没有什么波澜,他这次主要就是要截杀这头狮子,将他斩在迷雾峡谷中。 上一次在梵蒂冈黄金狮子飞扬跋扈,霸道灵人,要杀他与黄牛,还有大黑牛,现在反过来了,他要涂尸。 哦,黄金狮子咆哮。 浑身金光大盛,满头长发飞舞。 后面的人心惊胆战,全都不由自主地后退,狮王的吼声让他们深感恐惧,昔年他是百兽之王,现在他依旧是无敌的黄金狮子,号称同境界无敌。 很好,我一直期待你活下来,想不到老天满足了我这个心愿。 黄金狮子身上腾起一片金焰,气机暴涨,通体都被笼罩上璀璨的黄金光焰,散发出射人心魄的恐怖气息。 上一次被楚风以金刚镯击伤,被黄金狮子视为奇耻大乳,每次想起都会抓狂,恨不得立刻诛杀那个人类。 可是他后来听到楚风死了,这让他十分恼怒,连亲手杀那个人的机会都没有了,让他很不甘心。 他一向强势惯了,自信无敌,不容许自己失败,希望亲手割杀楚风,来洗尽那次的污点。 而现在,他竟然等到这样的机会。 周围,其他人一退再退,根本不敢靠近那片区域,他们很清楚狮子王的强大。 一旦发狂,神党杀神佛党杀佛。 至于这个楚魔王,虽然看不透,但是最近做下的几件事,也实在是惊世骇俗。 烤白熊王,推评范底刚,还想尝一尝狮子王一脉的血肉,哪一件不是让世间沸腾的大事? 这是一个疯子。 谁杀谁还不一定呢? 楚风看着黄金狮子。 就凭你,上一次如果不是偷袭,也配与我相提并论,你算什么东西? 黄金狮子面露冷意,一不迈出就杀了过来。 他带着惊人而强烈的杀意,要斩掉楚风的手级,强势得过分。 他很自负,也很高傲,自信可以横扫所有对手,除却证断六道枷锁的生物外。 他无惧任何强者。 轰。 狮王的手掌刺目之极,绚烂神光,汹涌澎湃,如同江河绝堤般,让附近成片的古树暴碎,巨石四分五裂,并漂浮向半空中。 这是他的神秘能量外泄所致。 楚风无惧,他迎了上去,施展全印,轰杀黄金狮子王,跟他硬汗在一起,全羽掌交集。 这个地方如同惊天霹雳降落,发生大爆炸。 哄,山林炸开了,烟尘滔天,周围数不尽的树木,荆棘等,全都在第一时间四分五裂,连大地都崩开一道又一道黑色的裂缝。 这是两人间毫无保留的一次大碰撞。 他们各自后退,谁都没有奈何的了谁。 远处,那些人发毛,这得是多么强大的力量。 战斗余波而已,就有这么惊人的破坏力。 如果是他们上去,第一时间就要被打成一滩肉酱。 黄金狮子一头长发,绽放出太阳般的光芒,绚烂至极。 他居然在笑,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,有兴奋,更有狂热。 这是剑烈欣喜的激动,这是一个狂人,一向自负,遇上一个强劲的对手,让他生出了更为强大的斗志。 这样才有意思,如果直接就虐杀,岂不是太无聊。 他在低语,然而声音却在整片山林激荡,如炸雷盘。 后方,那些人心计一个个都很不安,黄金狮子这样的疯狂,让他们都感觉害怕。 楚风回应道,是很有意思,如果杀了你,煮一锅狮子肉,我想足以能堵上老狮子的嘴,他恫吓我,认为我不敢吗? 远处,那些人头皮发目,这位更狂,比黄金狮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黄金狮子的眼神如同刀锋般,他冷笑着,一步一步逼近过来,身体越发地炫目了,已经很难直视。 现在的他如同一尊神奇般,被一团金色的光焰包裹着,璀璨夺目,并且弥漫出汪洋般的恐怖波动。 其他同境界的生物站在这里,不要说与它为敌,就是对峙都很难,因为这种气息太破人了, 让人站立。 那是黄金狮子的淡金色血气,随着他运转某种呼吸法,他的身体扩散出的可怕能量,宛若璀璨汪洋起伏。 如神灵蝉。 这是他给人的错觉,金光万虫,向外汹涌,整片山林都在颤抖。 他正断四道枷锁后,走到了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峰。 啥!黄金狮子嘶吼着,在金色汪洋中,他如神踏来,向着楚风震杀而去,掌印变大,如同一座不朽的小山峰砸落下来。 显而易见,这头狮子有大机缘,得到过神秘传承,包含呼吸法与掌法,现在毫无保留的出手,景象恐怖。 如果是一般的王者,哪怕跟他境界相仿,这一掌下去也要被打个稀巴烂。 只是楚风怎么可能弱于他? 哪怕少正断了一道枷锁,可是他的呼吸法更为特别与惊人,每一次蜕变都让他体质大幅度提升,胜过其他人,而今格外强大。 大力牛魔拳,齐拳翼宏大无边,宛若来到了太古时代,天穹高远,血日横空,大地苍莽与壮阔无边,一头莽牛上抵天穹,下榻九幽,一声咆哮,撕裂长空,要踏足宇宙中。 哄!这样的拳翼打出,积散金光,跟黄金狮子的手掌撞在一起,爆发出射人的可怕能量连依,而后炸开。 周围,墨盘大的石头,如同草叶般,在可怕的拳风中,飞向高天,周围的古树粉碎,远处的大树则拔地而起,也飞上半空中。 这是两大强者的对决,造成的惊人破坏力,周围的山地一片狼藉,要被扫平了。 哼!两人碰撞间,有闪电机设,那是他们拳掌交击后发出的光芒,伴着击破阴障的暴鸣声。 比天雷还害人。超音速后,空气爆炸,山地崩裂,巨树解体,岩石崩天,这种景象让人寒毛倒数。 砰砰砰。 楚风与黄金狮子不断交手,两人横空而起,踩着树梢,踏着山石,每一次都可以凌空飞出去数百米,在半空中激烈厮杀。 宛若神明般,其他人看傻眼,有些准王在瑟瑟发抖,这种气息让他们害怕不已。 两人横空而行,如同飞天,这样的大战让他们难以企及。 有人眼神硕硕,取出通讯器就要向外传递消息。 然而,下一刻他便惨叫,遭遇了此前那位准王的苦痛。 赤红飞剑击射而来,斩掉他的一条手臂,震慑了所有人。 楚风自然不想让他们走漏风声,因为还有一批吸血鬼没有赶到呢,他要全部截杀在此。 黄金狮子的金色瞳孔中射出冰冷的光芒,楚风又一次当着他的面对他的不重下手,张扬而霸道。 傻。 黄金狮子喝道,双手结印,古怪莫测,但是却释放出灰红而磅礴的气息,宛若一尊神明在结法印,要镇压世间朱迪。 隐约间可以看到,在他的身后出现一道身影,很模糊,跟他的掌印共鸣,加持他的秘法,力量雄混而霸道。 一刹那,黄金狮子的力量暴涨,金光更害人了,让这片山林都绚烂了起来,如同被朝霞覆盖。 同一时间,楚风运转特别的呼吸法,施展出大力牛魔拳的神形,一头蟒牛顶天立地,周围繁星点点,他咆哮着,嘶吼着,要撕裂星空。 哄,这是两人的又一次大碰撞,都动用了绝招。 千中浪涛冲起,那是土石,地面彻底崩坏了,还有岩浆四溅,土石被他们散发出的炽热能量光芒融化。 两人倒飞,楚风身体一阵摇动,胸痛剧烈起伏,面色略白,这是他遇到的实力最相近的对手,必须要全力以赴。 远处,黄金狮子嘴角淌血,他面孔上出现怒涩,有些不敢相信,他居然在这样的对决中负伤了。 上一次,对方倚仗金刚拙,而这一次完全是跟他硬碰硬,没有任何的投机取巧,这个结果让他难以接受。 哄,黄金狮子大吼,一瞬间飞沙走石,山峰摇动,这片地带的土石炸开,早先的岩浆也跟着冲向高天。 名副其实的狮子吼音波弓,不远处,一群人悚然,有准王在惨叫,捂着耳朵,向后飞一块倒退。 黄金狮子发狂了,满头金色长发凌乱,向后倒着飞舞,都要燃烧起来了,爆发出火山喷涌般的可怕波动。 轰的一声,他向前纵去,依旧发出狮子吼,震碎山地,一般的兽王都受不了,金色连衣激荡而出, 撕裂有形物质。 砰砰砰,巨石炸开,草木寸寸断裂。 黄金狮子冲来了,跟楚风决战,但金色的血气从他的身体弥漫而出,伴着可怖的强大能量波动。 楚风站在远处,一声大吼,以牛魔吼对冲狮子吼,并且也冲了过去,两人相遇在一起,激烈碰撞。 全印,狮子掌猛烈地撞击,远超音速,发出大爆炸,一道又一道,如同闪电般的光束飞出,空气炸开。 这是惊世之战。 证断三四道枷锁的生物,就能够杀到这一步,前所未有,破坏力射人。 其他这个境界的亡极生物,根本没法和他们相比。 哼,他们一跃就是数百米远,直接横空而上,来到一座低矮的山峰上。 激烈搏杀,血液溅起,两人都负伤了。 哼,黄金狮子的掌印打出,楚风躲避了出去,金色能量沸腾。 这一掌将小山的山头打得崩开,乱石冲天,让下方的那些人目瞪口呆。 哼,楚风动用神族通,踏向黄金狮子,将其震飞,双足落在小山上, 砰的一声,让山体再次崩断一劫。 这种力量可怕无比,足以惊视,动辄就能击断山头。 哼,楚风横飞了出去,被击了一掌,左肩头巨痛, 嘴里咳血,他受伤了。 不过,黄金狮子腹伤更重,胸口被一拳击中后, 鲜血刺剑,全印造成的伤口,身可见骨。 楚风站在远处看着他,露出惊荣, 如果是其他王级生物,这样一拳下去,绝对早已打得崩碎, 黄金狮子居然硬抗了下来。 我宰了你。 黄金狮子怒吼,在真正的大对决中, 他居然处在下风,吃了大亏,他发狂了。 哼,这一刻,他的呼吸急促起来, 口鼻间喷吐出金色的雾碍,最后化成风暴。 吐息间,那些气流粉碎周围的山石, 比剑体还丰锐。 他横空而来,跟楚风决一死战。 楚风瞳孔神芒暴射, 他将肉身全法运转到极致, 举手台族都绽放赤胜光芒, 毛孔都舒张开了,吞吐能量。 哄咙, 矮山被楚风登裂,彻底崩塌, 他跟黄金狮子撞在一起, 决一死战,血贫到底。 两人如同两道闪电在移动, 爆炸声不绝于耳, 不断横空而起, 转换战场, 仅在这么片刻间而已, 他们已经将十几座矮山的山头踏碎, 足以惊视。 啊, 最后, 黄金狮子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, 但是却无力回天, 他被楚风打得飞起, 一拳击穿了胸膛, 血动前后透亮。 哼, 接着, 楚风动用神足通, 将他踢得胸部塌陷, 整个人横飞了出去, 扑通一声, 直接坠落在山脚下。 咚的一声, 楚风从山峰上跳下, 这个高度对来说不算什么, 他如一杆标枪般定在地上, 崩裂大地, 他低头看着浑身是血的黄金狮子。